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木头一点一点的由艺术家来雕刻出来的 木偶的手也是雕刻出来的 木偶的躯壳原来最原始的是用足签子编成网状 现在我们用泥塑的方法来造型 然后再来做一些打磨 包括用纸再来糊胸腔 包括头部是怎么泥塑 然后干了之后用石膏再来做 然后再把它分解 然后再把它合起来 然后这个木偶的头部里面也是有机关的 你像这个木偶它的嘴巴就可以动 它这个里面是一个操作的一个主干 这个我们叫手枪霸 这个叫手枪霸 像手枪一样的 手枪霸 然后这个地方是个方盘 是控制这个木偶的左右头 可以控制它的头部 点头 顶头 摆头 然后这个嘴巴是这样动的 这个地方有个机关 这个地方有个机关 这个材料也是用上好的一些材料做的 包括这个木偶的头也是经过改良以后 然后制作出来这个角色的这个外形 然后由这个美工老师再来化妆 然后服饰也是根据这个角色需要 来制定一些适合这个角色的一些服饰 这个木偶就是孙悟空了 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个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他眼睛可以上下这样动 看见没有 看眼睛 可以上下的动 看一下 还有这个眼睛还可以亮 还可以亮 这个木偶的手呢 它需要转这个金箍棒 所以说它这个做了一个这个万象的一个 一个呢 可以360度的一个万象的一个装置 当它停止转这个金箍棒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有个机关一按 它的手就转不动了 包括便脸 便脸也是在里面来操作 有拉线 里面有12345678 比如说八张脸就有八根线 里面要是如果涂火的话 里面有一个小的一个打火装置 只要我按压一个这个机关 它就可以喷出火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东郭先生与郎的一个东郭先生 它这个木偶的一个造型 就跟我们那个帐头木偶的造型是绝然不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木偶是属于纸片偶 纸片偶就是它 它是一个这种片状的 是片状的 它的表演都是一种侧面的一种表演 侧面的表演 它头它是有这种感觉的 这个木偶的造型 你看这个造型 它不是泥素 也不是这个雕刻 它只是用纸片衔接 做出来的一个这种立体效果的一个形象 它是这样的 在这个木偶的造型上 就像木偶的造型 那是木偶的造型 现在好多人都是做一些这种万物皆偶的一种偶 什么叫万物皆偶呢 就是任何一个物件或者是一个娃娃 只要能够让它活起来动起来都属于偶 包括我们用丝巾来展示 也是一种偶也可以表演 包括用厨房用具 厨房的排烟管 然后把它衔接起来也可以做成一个提现木偶 今天跟大家介绍了木偶演员的几大要素 包括中国传统的木偶的艺术 然后又讲了一些木偶的制作技艺 也希望全世界的一些好朋友来武汉做客 来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来欣赏我的表演